九龍城一間超過五十年歷史的士多 最後一日營業 年近八歲的老闆娘為了多謝顧客 推出一項特別的優惠 陳婉同帶大家去看看 早上 早不早點? 九十七歲的胡婆婆 有個女兒陪著回來士多 最後一次開店 裝香口膠的膠筒 擺飲品的玻璃櫃 士多的一磚一瓦 好像停留在七十年代 德昌士多在九龍城 壓立超過半世紀 一直都由老闆娘 胡婆婆娘母女打理 不過他們近日決定一起退休 小時候我經常在這邊剪頭髮 有時候經過都會 光顧這間店的婆婆買飲品 買紙巾 有少少覺得唏噓 因為好像這種古老的店 一瓦頭很少有 士多有賣各式各樣的舊酒 吸引之陰人尼尋寶 你不知我? 你聰明我聰明 喝半粥也聰明 士多結業之前的最後日子 老闆娘還特意擺個玻璃瓶出來 街坊買汽水不用看價錢 隨心擺下多少錢都可以 今天不計算 但是就找回開張改日的數寶 五十三年前 十月三十日開的 我們原來 這個多久之幾年 五十三年前 胡婆婆靠士多養大子女 原來最初是由推車仔賣花生開始 在牙前圍道的街角 見證住九龍城五十幾年的變遷 胡婆婆最不捨得 都是一班街坊 有些人 那些是結婚的 那些是帶的那些子女來的 又聊聊 又說說 又摸一下 又罵一下 那麼多 天下無有不散之現席 應該自己自知之明 是不是? 做到一天就得日了 有沒有辦法 有先電視記者 陳婉彤那裏 好 好